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近年来 中国赤巨资试图以软实力来影响世界 它依靠语言 美食和文化 而非航母 间谍 卫星这类传统的硬手段 其中主要是通过数百家弘扬传统中国文明奇迹的孔子学院 在此过程当中 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也引发了争议 常被人抛到脑后的是 这条路中国以前走过 而且影响要大得多 不过当时它输出的不是书法或孔子 而是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 毛泽东的暴力革命思想 如今 西方往往是把毛主义作为某种客奇的东西在纪念 安迪·沃霍尔的斯网印作品或雪莉·麦克雷恩对毛的怪诞崇拜 但在巅峰时期 毛主义曾是冷战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毛主义在一系列惊人的事件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包括美国军事史上最大的失败 越南战争 和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行动之一 柬埔寨红色高棉 和一场史诗般的游击运动 由秘鲁的光辉道路发起 毛泽东吸引这些不同的人有好几个原因 但关键在于 他拒绝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 即革命将起源于工业无产阶级 相反 他提倡在世界上大多数人居住的村庄里进行起义 加上他支持妇女平等 还有呢 就是他经常说出一些妙语不断的话 比如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以及惊人的理论文章产量 毛主义对二十世纪革命者如此重要的原因 就显而易见了 同样振奋人心的是 毛泽东在治理中国方面的成功 今天 我们常常把1949到1976年 毛泽东统治看作是饥荒和政治动荡的时期 而有的人则认为这是一个惊人的奇迹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 发表在自由亚洲电台最新一期的梁京评论 就关注着美中对抗和香港危机 香港反送中运动成为了2019年 中国政局最大的黑天鹅 这一运动不仅让香港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冲突 而且令北京当局陷入了六四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习近平突然发现香港危机处理不当 竟有可能危机他的最高权位 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习近平更没有想到的是 反送中运动竟然送给美国对抗中国一张新牌 也就是说习近平对美国打台湾牌是有心理准备的 但他没想到美国现在又多了一张香港牌 美国政治精英及时的认识到了香港牌的重要价值 这就是美国国会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列入优先议程的一个重要背景 这个法案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香港人民的抗争 给予了道德和政治支持 而且将为今后美国如何在与中国对抗中打香港牌 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机制 有人会问 为什么习近平不干脆拿下香港呢 从而不给美国打台湾和香港牌的机会呢 一种解释是 中共高层对如何处理香港危机严重分歧 习近平不敢承担独断的政治后果 还有一种解释呢 就是习近平认为香港危机可以拖 至少拖到这个十一国庆阅兵之后 梁静认为 那就是美国汲取了八九年的教训 在杨洁篪上次紧急访美时 对处理香港危机的底线 美国表达了明确而坚定的态度 迫使习近平不得不放弃 用武力来解决香港危机的方案 以香港危机爆发为契机 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啊 事实上启动了一种新的对话 这就是关于如何处理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 中国治理危机的对话 这种对话呢 事实上是北京非常不情愿的 但香港危机对中共政权的利害关系非常大 习近平不得不先收回成命 拖延香港危机的处置 尽管这种拖延数正在给香港和中国 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更进一步 试图以立法的形式啊 把干预香港危机的正当性和机制 确立下来 迫使中共将这场不情愿的对话继续维持下去 那么中共会如何反应 他们会接受吗 良心认为 正如当年的鸦片战争一样 不经过一番挣扎 不遭遇重大的挫折 北京是不会接受美国这种干预机制的 香港危机最终会有助于美中两国 在不可避免的对抗中 建立起一种能够减少双方误判 和冲突代价的对话机制 事实上 在过去的20年中 眼见中国迅速崛起 美国经营一直希望能建立起来 这样的对话机制 但北京方面始终没有诚意 双方的所谓战略对话 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表演 美中对抗的最重要的原因 是文化缺陷 给中国人带来的认知和沟通障碍 如果仅从利益角度 很难解释中国为什么会狂妄地挑战美国 但如果理解两国历史和文化差异 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中共会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证 40年前 如果没有香港帮内地克服外部世界的无知和沟通障碍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不可想象的 今天很多内地人已经完全忘记了 甚至不知道这个事实 但香港危机一日不解决 内地危机只会继续恶化 因为香港危机从来就不是港人自己的危机 而是中国当权者 与外部世界打交道能力的危机 在美中对抗危机国座的高压下 香港危机将迫使中共政权 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否则很难走出困境 同样是自由亚洲电台的魏普评论 是这样分析的 应对香港危机进退失据 习近平在党内的微信受到了挫折 美中贸易谈判在五月破局之际 习近平在党内的微信受到了质疑 长达三个月之久的香港动荡 至今没有停歇 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 也再次受到了世人的关注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在和示威者强硬对峙了近三个月之后 在九月初披露的录音和自便中 突然做出了让步 表示如果可以会选择辞职 其后她也正式的宣布了撤回送中法案 林郑的录音和自便明显透露出 香港问题的背后操盘手 始终都是北京政府 林郑月娥最初不让步是北京的主张 到最后让步也是北京的主张 习近平虽然没有公开她的个人态度 但她在香港问题上 就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 作为党内的核心 她的作用毋庸置疑 一些迹象显示 中共高层对如何处理香港危机 存在着分歧 其他领导人对习近平的政策 也存在着不满 西方一些眼尖的媒体 已经注意到了习近平在党内 微信的变化 中共高层对处理香港危机的分歧 主要有两方面 一个是对香港是否强力干预 中共高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是没有共识的 国务院港澳办 中共驻港部队司令 甚至是中共党媒 对处理香港示威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 都暗示或明示存在动武的可能性 但林郑在最近的私下场合说 北京对解决香港问题 没有任何计划出动解放军 中共对动武态度的不一致 也可以从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来看到 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叫 对港政策不满 习近平或面临危机 在这篇报道当中 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该文称 在今年7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上 习近平与其他高级官员 讨论了香港的抗议活动 据几位在香港和北京 接受采访的知情人士说 领导人都认为 中央政府不应该干预 至少目前不应该干预 那第二个分歧呢 就是对港人示威的五大诉求 是否让步 习近平和他的同僚们呢 看法也不太一样 习近平的主张是在原则的问题上呢 寸步不让 绝不妥协的声音呢 也是不绝于耳 但有的领导人认为是应该让步的 据报呢 在北戴河举办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高层人士似乎是对 是否应该让步产生了分歧 一个例子就是林正撤回引渡法案的反应 北京官员一直在重申 对港人示威者的诉求绝不妥协 直到林正表示了此举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批准 这些人呢 才保持了揭没 据日媒传呀 林正出人意料的让步是王岐山的主意 背后应该有习近平的认可 问题是 一向以强硬态度应对各种麻烦 绝不妥协让步的习近平 这一次为何会妥协让步呢 文章的作者呢 认为是党内高层积累的不满 对习近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是习同意让步的重要原因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 如果香港的动荡持续下去 继而加剧了中国领导层 在其他问题上的不满和不和 最终可能对习近平构成风险 这句话可以解读为 中共高层在一些问题上对习已经不满 如果香港问题不解决 这种不满的积累 可能会对习近平的党内地位极为不利 习近平面临的麻烦已经非常多了 因此平息香港动荡 即便是暂时平息 对习近平都至关重要 作者还认为 习近平虽然让步 但心有不甘 所以呢 他才在三号中央党校的讲话当中 强调了斗争 习近平的斗争宣言说明了几个问题 第一呢 香港危机使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再次受挫 第二条 习近平试图用斗争哲学在党内重振他受挫的地位 三 习近平很有可能用斗争哲学在党内加快清除异己力量的进程 四 林郑的突然让步并非香港危机的终结 而是习近平拒绝普选权斗争的开始 同时呢 四位作者斯蒂芬·里·麦尔斯·朱百亮和基斯布拉德 也在纽约时报上刊文分析了中共高层出现的不安的迹象 今年一月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次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会议上警告 中国面临一系列的重大经济和政治风险 他告诫官员们要特别警惕精神懈怠危险 能力不足危险 脱离群众危险 如今在香港经历了几个月的政治动荡之后 这一警告似乎颇有先见之明 不过面临批评的是习近平本人和他的政府 人们认为他对中国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处理不当 而在他今年年初开列的风险清单上 并没有提到香港危机 虽然北京很少有人敢在政府对危机处理上公开指责习近平 但有人在悄悄地抱怨他的专横作风和权力的专制集中 导致了政府对香港不满情绪的误读 而这种情绪仍然在增长当中 中共领导人很有可能是习近平本人 对导致成千上万的香港人在过去三个月走上街头的愤怒情绪之深 感到惊讶或者无视 虽然修例是引发抗议活动的原因 但如今将抗议活动维持下去 是中央政府对其这片半自治领土加强控制的努力 更为广泛的不满 北京对事态的反应一直是迟缓的 比如北京允许林郑月娥在六月份暂停修例 但拒绝她将条例彻底撤回 这种部分的让步呢 反映了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强硬本性 同时也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随着香港公众的愤怒情绪不断的上升 中国政府的反应变得越来越气势汹汹 现在看起来似乎有时难以捉摸 在今年七月的一次未公开的会议上 习近平与其他高级官员讨论了香港的抗议活动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他们讨论了哪些选项 但据几位在香港和北京接受采访的知情人士说 领导人都认为中央政府不应该强力干预 据知情人士说 官员们在那一次的会议上得出的结论是 香港当局和警方有能力最终自行恢复秩序 由于这些是内部讨论 他们要求不具名 同时也有迹象表明 中国领导层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存在着对习近平政策的不满 香港寝会大学政治学教授 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高敬文 他表示呢 在距离北京不远的海滨圣地北戴河召开的领导人 年度非正式会议上似乎发生了争论 他说 一些中共领导人呼吁 做出让步 而另外一些人则呼吁采取行动 让香港更直接的处于大陆的控制之下 高敬文说 他认为啊 中共领导层在香港问题 以及如何解决危机上 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北京的政治分析人士吴强说 由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危机 习近平政府呢 实际上采取的是拖延策略 中央政府不愿直接干预 也不愿提出解决方案 吴强说 政府的想法是等事情发生变化之后 等其自行结束 批评人士说 结果就是习近平政府非但没有化解或控制危机 反而一直在帮助扩大中央政府与香港民众之间的政治鸿沟 在这个重要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生活着700万人 政府内部意见的不统一呢 另外一个迹象就是体现在林郑月娥撤回修例的反应上 北京的官员曾在上周二宣布 不会对抗议者的要求做出让步 那一天之后呢 林郑月娥在撤回条例时 声称她的做法得到了北京的赞同 对于这个反应呢 北京的官员保持了沉默 周五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与访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依法治乱止暴 2019年是习近平担任无任期限制的国家主席 这个最高领导人职位的第七年 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对他的吹捧超过了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任何其他官员 这让找到香港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 据香港和北京许多官员和分析人士说 由于担心与习近平发生矛盾或激怒他 就连高级官员也不愿意提出妥协或让步的理由 香港教育大学 香港研究学院副教授方志恒认为 北京自不量力 高估了自己控制事态的能力 低估了香港的复杂性 香港的动荡可能会给习近平带来风险 尤其是如果香港问题加剧了中国领导层的内部 对其他问题的不满和冲突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弗 约翰逊评论道 通过描绘一幅黑暗的画面 充满敌意的外国势力 或者中共在保持权力方面 甚至面临着无情的内部挑战 有助于证明它继续采取强硬手段的正当性 习近平的公开活动安排一直未流露出 他的政治地位受到动摇或威胁的任何迹象 媒体对他的描绘也近乎圣徒 变得更加讨好 官方电视台和党报如今称他为人民领袖 这个称呼曾经只用在毛泽东的身上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名字 廖禅娥 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 廖禅娥是澳大利亚自由党籍政治家 他生于英属香港 求学时移民到澳洲 他在2019年澳洲联邦大选中 险胜同为华裔的对手杨千惠 获选为齐泽姆选区的联邦众议员 同时呢 也成为了首位华裔澳洲众议员 他的政见是比较保守的 曾经呢 公开反对同性婚姻 他在同年的7月呢 还声援了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最新呢 就在澳洲的APC呢 爆出了这样一条消息 自由党后排议员廖禅娥 证实本人曾是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的议员 而不到24小时之前呢 他还说自己不记得曾是该机构的成员 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 与中国对外干预活动有一定的关联 廖禅娥在声明中表示 他在2011年时曾在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 担任名誉职务 但此后呢 再也没有与该组织啊 有任何的联系 9月10号的时候呢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PC呢 披露了中国政府网站上发布的名录 表明廖禅娥在2003年到2015年之间呢 是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两个省级分会的会员 廖禅娥在声明当中呢 对海外交流协会山东省分会 只字未提 之后他对天空新闻 Sky News表示啊 不记得曾在海外交流协会 山东分会或广东分会中任职 廖禅娥在今天 9月11号的时候 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 他辞去了不少组织中的职务 且正在核实任何可能在他本人啊 不知情的情况下 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将他列入的组织 廖禅娥是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广东分会的成员时啊 该协会直接向有权有势的中国国务院汇报工作 后来啊 海外交流协会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合并 旨在对外国政府制造影响 廖禅娥也证实了自己 曾经担任澳洲中华总商会 和澳大利亚江门总商会的名誉主席 后来呢 廖禅娥与以上的两个组织呢 断绝了联系 廖禅娥表示啊 遗憾的是某些中国的协会 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 就授予其容易职位 工党要求斯科特莫里森总理 向议会做出保证 廖禅娥适合担任议员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马利斯佩恩在参议院表示 任何认为廖禅娥不适合担任议员的说法 都是冒犯的 工党把这一情形 与前工党参议员山姆达斯加里 当年的遭遇相提并论 达斯加里当年被爆出与中国的关联之后 就从国会辞职了 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对此表示不认同 也不认为廖禅娥应该面对 与当年的达斯加里一样的命运 接下来我们再来稍微回顾一下 廖禅娥之前的新闻 之前是廖禅娥被怀疑 与中央统战组织有关联 稍早前有新的指认称 自由党后排议员 廖禅娥与中共实施秘密政治影响的 最高部门有关联 这些指称让人们对廖禅娥成为议员的资格 产生了质疑 根据中国政府网站信息显示 她在2003年到2015年期间 担任了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广东分会的理事 中国政府网站不止一处信息显示 在2010年廖禅娥同时还是干协会山东分会的会员 那时候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是国务院的一个分支机构 国务院是中国政府的中央政治和行政机构 有权有势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后来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合并 中共统战部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之为 战胜敌人的法宝 感谢您全程观看9月11号的世界的中国 这里是明镜新闻台 同时也欢迎您订阅明镜火拍 明镜电视 明镜的其他频道 更多精彩锁定明镜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